今天考試的教室是在館2015 所以有一部分的同學會在這一間 也另外一部分的同學會在2015 所以可能大家到時候注意一下 你的考試的位置是分配在哪裡 好 那就是趕快剛剛去跟西班 確認一下另外一間教室的位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想想一下我們剛剛就講 我知道現值 我知道期數 我知道利率 我可以推算出我的中值 所以我有四個數字裡面 如果其中任何個數字不知道 其實我都可以推算 但我包括我現在的年紀也是一樣 我知道年經的限值 知道年經的中值 我知道利率 我不知道期數也可以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事例13 好 它呢給你的條件跟事例14 事例13呢說職場公司呢 它是在X5年的8月1號買過一部機器 那就像銀行借款的267,763 連利率是10% 然後約定呢從開始 從即日起每年的8月1號 要賺款5萬 好 那個它說其中包括了其出 其中呢包含其出借款利率跟本金的償還 他問你說那要幾年才能夠將這個借款還期 好 第一個呢它借了限值 換言之呢它5年的8月1號的限值就是267,763 好 然後呢它的利率是10% 然後每一年要還5萬塊 好 問你這5萬塊呢就是包含了本金跟利息 換言之就每年就5萬 好 那你問你說還幾次 好 幾次呢它才可以還267,763 所以它講說即日起每年的8月1號 所以每年的8月1號呢它應該是 X5年的8月1號就還了5萬 這樣看懂嗎 所以它的時間點你要把它看清楚 它說即日起每年在8月1號 所以即日起呢當月是不是 X5年的8月1號就是 就是那一天就要還了一個5萬的意思啦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限值是267,763 然後呢我每年要還5萬 然後一共要還幾次 欸 不知道 那一開始我就兼還了5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的市值的寫法 就在267,763等於5萬 所以乘上奇數N-1喔 因為什麼 第一開始的N-1的寫法 是因為一開始我就還了一個5萬了 所以它是不是加一個1 所以問你的奇數的時候 你要記得是這樣子去計算 好 所以我們可以推算出來呢 算出來呢它的限值因子呢 是4.35526 所以去差表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差表一樣 好 利率是10% 然後4.35526 好 我們查一下不明限值 對不起 年金限值量 因為是每年的齁 年金限值量 裡面是4.35526 10% 4.35526 好 是不是奇數就是什麼 6 對 奇數是6 它直接講說這個N-1要等於6 所以你的齊就是多少 7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它是齊出年金或叫到齊年金 因為一開始我就先還了一個5萬 好 所以這樣看懂嗎 好 就是如果我知道限值知道每期要還的金額 我也知道利率 那我可以推算 我要還幾次 好 然後呢 事例14呢 是要求I 就是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它的例子 好 它例子裡面呢 它說 我在X5年的2月1號 好 向銀行竊了203400 然後呢 我從X6年的2月1號起分時期償還 那每一年償還 每一年持償還3萬6 我問你利率 所以這個呢 就是普通年金啊 因爲什麼 它是X5年開始 這個合約從這個時候開始 但是呢 它是X5年的年底 就是X6年的2月1號 你把它想成就是X5年的年底的意思 就是低期的期末 所以它就會有普通年金 所以它就不用N加E或減E那個就不用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計算的公式裡面呢 就是我的限值是203400 好 那我的36000乘上大P的期數是10 利率是N 好 所以I啦 利率是I 所以呢 我去查出去呢 我的限值因子呢 是5.65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期數是10 它的6點 5.65呢 它的利率是多少 期數是10 你查年紀 我們互表示年金限值就可以查得到了 所以是5.65的話 期數是10 是不是12% 所以我們就查得到我們的利率就是12% 大家看懂嗎 所以這個是可以互推的 好 那我這裡就突然間想到 我們上次呢 有講到一個用插股 插股法呢 我沒有提到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我要算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兩個例子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勢力期 勢力期上次呢 我有提到說 這一次你大概跟他講怎麼算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例子都是剛剛好 那如果不是剛剛好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勢力期就可以來練習 這個不是剛剛好的話我怎麼算 好 勢力期在138月 他說呢 我現在存3萬每年勢力一次 20年之後的本利盒要88500 問你 他現在存款的利率是多少 我現在存一筆而已 好 20年之後是88500 所以他就是一個什麼 勢力而已 他沒有年金 好 我現在存一筆五萬 然後20年之後要等於88500 那你要要求的報酬率領域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現在存了一筆五萬 好 3萬 好 那我去查中指也可以 查限指也可以 好 那我假設我們看 特不應該是用限指去算吧 還是用中指 他用中指 我現在查存3萬 然後呢 存20年之後等於88500 就是他給我們的條件 他問你 那我的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除過去呢 我的20期的I 這個中指因子除過去 是88500除3萬 好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樣除過去之後 他的中指因子是什麼 88500除3萬 所以是2.95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負利中指 負利中指表 負表1 負表1 去查 我奇數20 他的中指因子是2.95的 是 利率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負表1 是150億頁到150億頁 所以我們查20期 2.95 2.95 好 這個因為他沒有 中間沒有格的很好 所以2.95是不是介於5跟6之間 5的話呢是2.653298 然後6的話 6的話呢是3.207135 3.207135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I如果等於5的話 是2.653098 如果I等於6的話呢 如果I等於6的話呢 是3.207135 如果I等於6的話呢 是3.207135 好 這邊是三 二 九 八 是三 六 所以2.95是介於5跟6中間 那我們不能講說大概是5 也不能講大概是6 好 我們也不能給一個很活虎的答案是 反正就是5點多 它多到哪裡? 好 所以你要算一個很精確的數字 所以我們要用插博法 好 插博法呢 因為我們這個數字是借這兩個中間 好 所以假設我用5來算 好 我呢 是5% 然後這兩個中間 這兩個級距是1 5跟6中間是1%的距離 那這兩個中間的限期因值是3點 3.207135減掉 2.653298 所以這邊是0.553837 0.553837 然後2.95跟5中間呢 插的是2.95減掉 2.653298 所以是0.296702 0.296752 好 所以我們來算 那這個是佔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0.296702去除 0.553837 好 所以是0.5357 好 所以是0.5357 對 這邊是算出來是0.5357 0.53572 所以我們也可以不用取到那麼多 我記得課本上面是42 所以我們要講數有第三位 所以它是取到0.536 好 0.536 0.536再乘上1% 就是0.536 百分比 所以加上5% 所以呢 我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就是5.536 一張看得出來了 這就是差補嗎 因為我們現在得到這個因子 這個是終結因子呢 我們去查表的時候 它沒有剛剛好這個2.95 沒有剛剛好2.95 所以呢 我們要去查那個 差補說它到底是5.多少 沒有差我們去那個 對照出來它是5跟6中間 它到底是5.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用 把它算出來 這個就叫做差幅 因為5%跟9%中間差的是 0.553837這個數字 那我2.95跟那個5%呢 中間的差的是0.296702 所以它是在這個比重的那個範圍 就是0.536 所以算出來 我要求的報酬率就是5.536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是差幅法 這麼很常用 很常用 不然大家如果修緩快更常用 好 所以一定會有用到這樣的差幅法 我說了請問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說就進入5分6中間 它到底補點多少 所以你要再注意比較精確的數字出來 好 這就是差幅法 好 這是三個禮拜呢 來不及跟他講這個差幅法怎麼做的 好 這個例子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145頁 好 我們看過負利限職負利中職 看過年紀 我們有些條件是 我現在存了一筆錢之後 若干年之後才要做某些事情 好 那若干年才能做一些事情 我還要分好幾次去做完 比如說 我非常想說 我現在假設要存一筆錢 那存這筆錢呢 我假設要40年以後才退休 那我40年之後呢 我每一年要能夠領1萬塊 然後我領要領20年 假設我還要活20歲 20年 對 我要領20年 每一年都可以領1萬塊 那我現在要存多少錢 但我要有一個已經知道它的一些什麼利率 這樣子才開始算 所以這種叫做利延年金 好 我現在做了一件事情 以後 利延多少年之後才開始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這個叫利延年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例子 好 向施令15 他說呢 好 張軍在X4年呢 計畫在銀行存一筆錢 然後供他兒子以後升大學之用 然後X4年就開始要存這筆錢 那什麼時候他兒子才會開始入學呢 X8年 好 然後呢 X8年才可以入學 所以X8年的8月1號開始 那預計每一年要提4年 一共要提4年 因為大學4年 那假設銀行的利率是8% 每一年複習一次 複利一次 然後呢 在X4年的8月1號 他應該一開始要再移行存多少錢 好 所以呢 這個條件呢 就是我們去想 好 我現在是X4年的8月1號 他如果您覺得說 8月1號我好像覺得是年中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X4年的1月1號 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好 因為我們沒有年度的問題 12月3號不上的年度 所以你把它想成是 期初要請一筆錢 好 然後呢 我再X8年的8月1號開始 要領5萬塊 好 5萬塊對吧 該領4年 好 所以X8年 X9年8月1號 10年的8月1號 以及11年的8月1號 所以他要領1、2、3、4、4次 當然要什麼 才要12年的7、6月30號才畢業 這個就不關我們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只算到這個4次在這裡 好 好 他問你的是這一段 我現在要乘多少錢 所以他就有點什麼 閉眼年金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講 這個時候的 他現在一定是多少 百倍18號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所以這個5萬塊 我現在要存多少錢 可以達到這個5萬塊 這個第一次的5萬塊 第二期的5萬塊 第三次的5萬塊 好 所以你可以算 我中間有得了嗎 X5年 X6年 X7年的8月1號 好 到X8年的8月1號 所以我中間有1、2、3 3年 三年是空白 好 如果從這邊開始算 1、2、3 然後X4年才開始有錢 好 所以我們有兩種的寫法 一種寫法 我先算這個時間的限時是多少 好 這邊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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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 我現在X8年8月1號 我未來領的5萬值 X8年8月1號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這是年金啊 我每一年領5萬 我一共領4年 可是一開始 我們這邊要用這個限值 我們是普通年金 我們現在的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我們說 這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X8年的8月1號 我要把它想 我要算的是這個時間點的限時是多少 因為我用的是普通年金的限時表 所以這個X8年的8月1號 我要想成是X7年這個時間點的限時 所以這邊是1期、2期、3期、4期 所以是4期的8% 好 那我現在算到這個 這個數字呢 是這個X7年8月1號的限值啊 年金限值 那我這一筆數字 到這個時間點就負率限值了 因為一筆啦 這邊是一筆數字 推到X4年的8月1號 我要存多少錢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數字 我知道是什麼? 負率限值 所以1期、2期、3期 所以乘上小P的百分之8 這樣看懂嗎? 好 這個算法呢 我是先把它從我每一年要領5萬 去算先推算出X7年8月1號的限值 年金限值 好 算到這個時間的X7年的8月1號的年金限值 但是要先要問你的是 我X4年的8月1號叫存哪? 所以這個年金限值我要去推到X4年8月1號的負率限值 因為我先一開始要存一筆錢進去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知道是什麼 這邊再去推3期的限值 這是一種算法 另外一種算法呢 我就是 好 我就是算5萬呢 我弄它零幾次 我現在要算到這個是限值嘛 我算年金限值 所以1期、2期、3期、4期、5期、6期、7期 所以呢 我是7期8% 但是呢 我中間 好 我也可以5萬再去買錢 我這邊限值一直在這邊拋不起來 但是呢 我前面這3期我並沒有領錢 我這3期沒有領錢 所以我把1、2、3扣掉 等於說這3期的年金限值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我並沒有去理這3期的錢 所以我就把它扣掉 所以去減掉P 也是大P喔 好 大P的3期的1% 好 這邊的這3期我有領 這樣看懂嗎 所以有兩種算法 地眼年金 這個叫做地眼年金 因為我是地眼到落乾年才開始做這個年金的動作 好 所以就像課本上裡面有寫的一樣 好 課本上呢 第一個做法呢 就是我算到X7年的年金限值 再推到X4年的負利限值 好 所以就像課本上面的第一個 它是不是先把5萬乘上4期的8% 跟我一個例一樣 然後再去得到的這個數字是165606.35 然後呢我再去算它的負利限值 那這3期的負利限值呢是 限值因子是0.793832 所以你現在存入一筆131464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上面寫的 先年金限值再去算負利限值 另外一個方法二呢我就是把它假設 從我X4年8月1號開始去算它的年金限值都7期 因為到X8X11年 好所以你可以看呢 它一共有幾期 一共有7期 好 但是我前面3期並沒有領錢 並沒有去領 並沒有領錢 所以不用去算那一個金額 所以我們把那個金額扣掉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們的算法是不是 先把就在146月的最後一行的 倒數第二行的那個市值5萬去乘上 年金7期利率8%的限值 再去減掉年金3期8%的限值 得到一樣131464 然後還是會一樣的 這個就是逆減年金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實務上在試用上也很長 你看你碰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我現在假設存一筆錢 好 假設我現在存一筆錢呢 我打算這個未來我畢業的時候 我畢業旅行 好 我們要去 我要去管這個 我現在人家存一筆錢下來 那麼存多少呢 所以這個地方 但這個剛剛講那個例子是中期啦 因為畢業旅行交給你一筆錢就好了嘛 可是如果說我現在要存一筆錢 然後未來呢我想 這畢業之後呢 我要能夠就去游學3年 好 每一年我預計要有10萬塊 可以供我游學使用 那你家存一筆多少錢 這也是你的地顏年金的例子 好 所以這個 實務上在試用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常看得到的 好 這是地顏年金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再講一次嘛 好 我現在是說 我現在呢 我問你題目是問你的事 我現在要存一筆錢 然後我入獲甘年之後 在每一年要提用一筆金額 我現在存一筆錢 如果甘年之後 我才要每一年固定提一筆金額 他問你 如果我每一年歸來呢 三年之後 應該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年之後啦 第四年開始 我每年要提五萬塊要提四年 那我現在可能多好吃 好 那我的做法有兩個 第一個呢 我先算到 我每一年領五萬塊的年金限制 因為那個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是差八年的八月一號領八萬 我把它想成 從差七年的八月一號開始 因為這是普通年金嘛 所以差七年的八月一號的期末 就是差八年的八月一號 所以這樣子就是普通年級去算 所以我們推算出來的限值 是差七年的八月一號 那八月一號的限值在往前推啊 因為我們不是這個時候存錢啊 而是在差四年的八月一號 所以我再什麼 普通年限值三期過來 這是方法一的做法 然後另外一個計算方式是 假設我從現在開始 每一年都要領一比五萬 問你現在一開始要存多少錢進來 我現在存一比錢 未來每一年從X5、X6、X7、X8、X9、10、11 每年都要存一個五萬 我現在存多少錢 可是事實上呢我並沒有 接下來每一年都存 都要領一比五萬塊 我前面這三年並沒有要領錢的 所以我把這三年的年紀限時扣掉 就是我現在一開始要存一比錢 就可以滿足我未來這個第四年開始 每年要領幾萬塊領四年的條件 好這個就是地年年紀 好這個計算這個觀念很常用也很重要 考試地年年紀一定很好 我就要考你的觀念要搞清楚 好要加一減一這個地方也要搞清楚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次我給你的條件 我考試的時候一定會給你副表 就是這個限時會終止因子 請你用我的那個資料去做 那我給你年紀的話一定是普通年紀 是從課本裡面出來的 所以我給你的一定是普通年紀 所以如果我給你的問題是 期初年紀或到期年紀 我自己要從那個表怎麼去推算 是這樣一減年紀 好 最一減年紀的話最起碼應該是三位 好 對 好 就像課本這樣子 最起碼到小數點第三位 但是如果事實上你未來在計算的時候 對 最起碼要四個文 好 但是我們現在是要求 那如果像這個 插補法 像我們剛才的這個例子 你取到小數點第三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一張講的好像都 這個會計有什麼關係呢? 好 畫面就告訴你了 幾個在會計上面的運用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就是公司在發行價格的計算 這個版本也有在會計上的運用裡面 連續公司在發行的條件 裡面就有提到 好 這邊有舉個這個例子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負期長期票據的評價 基本上大家就是在商嚴商嘛 不可能說呢 我們兩個不是朋友 我會接你錢 好 所謂的票據就是 我給你假設說 好了 我賣東西給你 好像常常我們講說 這個汽車廣告 就想說 你只要每一個月呢 負一萬塊 你就可以把什麼? 把COPLUS開回去 那你之後每一年就要負一萬塊 負什麼? 負五年 你看也很高 只要負三年就好 那COPLUS應該是幾次問題 為什麼? COPLUS長得還蠻自然的 好 那事實上呢 它幹嘛會給你無息貸款呢? 它是零利率 怎麼可能 我零利率呢? 你跟它講說 如果你這樣想 我剛剛講說 好 每一年付 每個月付一萬塊 然後你四年好了 好 四年就可以把車子開回去 那等於是 毛額我就付48萬 那你跟它講說 我不喜歡分期 我給它欠你的錢很難過 我喜歡一次把錢付清 那你會傻傻的說 那我先付你48萬嗎? 你會想說它無息嗎? 對不對? 然後我就乾脆直接 那它48萬 它當然是錯啦 因為它無息只是一個廣告而已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直接付現金 它一定是低於48萬 絕對的 好 那所以就表示是什麼? 在商年上不可能是沒有算利息的 它只是沒有把利息什麼? 顯現出來而已 所以當你在會計裡頭氣象的時候 你要把利息扣掉 好 這隱隱利息扣掉 所以看一下事例16 它說呢這個大 大湯公司購入一部機器 然後面合12萬 你的兩年期付付席票據底部 如果當時候的市場利率是10% 然後呢請你第一個決定機器的成本 跟票據的限制 機器的成本就是票據的限制 也就是說兩年之後的12萬 在市場利率12% 直限在多少? 就這樣而言 好 12萬去乘上 所以它這個例子是告訴你說 這個條件呢不付席票據12萬 可是呢市場是一定有利率的 所以你可以去推算12萬值限在多少? 所以12萬在市場利率10%的 你負利限值 好 負利限值在153頁 其數是2的話是0.826446 所以乘上點826446 所以限值是多少?99174 99174 你結算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它這個問題只是問你限值你的 你們時間到來 有還以後